自理行间不断营造出暧昧氛围 直接表白喜欢对方笑容 甚至大胆透露自己的爱意 奇怪的是却又不准对方 向任何人提起自己 还要求删除对话 原来发讯息的是台东一所国中主任 对象还是学校的女同学 更夸张的是 这名主任都结婚了 还大言不惭 希望女同学私底下叫哥哥就好 事情曝光后 台东教育处也介入调查 我们在12月初就已经接过通报 学校也成立了调查小组 性障碍事件如果成立的话 最严重还是可以打到解聘处分 现在接连爆出被骚扰的 其实不止一名 还有另外一名女子在脸书控诉 曾被这名主任抱住吃豆腐 还说自己长得很像前女友 夸张的是主任老婆 竟然还帮忙收拾烂摊子 两人联合反驳女学生说谎 虽然你是把你的内心表达出来很好 但是因为你是老师 你需要的是教导学生 而不是误导学生 事情曝光后 许多家长也表示愤怒 质疑为人师表 做出这种举动 到底要怎么教育下一代 记者赖永成 魏文轩台东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